大家好,我是曾子廷,欢迎收看今天的双北新闻 首先带大家起来关心,公部门防疫再升级了 为了加强宣导民众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系纸区公所将公务车现在全都贴上了防疫标语 希望能够加深民众的印象 另外针对江子辽,这两个礼拜人潮暴多 也开始要实施人流管控 本来都只有公家机关名称的公务车现在车身边的花俏 除了公务跑来跑去,现在还身兼防疫宣导功能 为了加强灌输民众戴口罩,勤洗手,还要保持社交距离 系纸区公所将三台公务车全都贴上了防疫标语 跑会看或是公务需求,在路上跑的时候 能够增加防疫宣导的能见度 三台我们七人座的公务车,他们就贴上了这样一个防疫标语 比方说希望大家不要散播假讯息 或是说在勤洗手,在量体温,在戴口罩这些 我们把每一个步骤,其实都把它在我们的公务车上做一个呈现 也希望说当这些公务车在街上跑的时候 民众看到也可以加深大家的印象 像这样在人多的运动场前也能吸引许多路过民众目光 宣导效果加倍 而公部门防疫针对人多的地方也加强宣导 戏指这阵子将治疗成了热门景点 平常时候从土地公庙洗车人潮 一直延伸到里头的苏子坝将治疗绝壁好步道 只是人越来越多 尤其这几个假日观察下来 游客都破500 再加上只有单向出入口 民众一个接一个已经超过户外 社交安全距离容纳人数 所以公所也寄出人流管制 我们到处去宣导之后发现说 将治疗绝壁是目前戏指 目前最热门最热门的景点 在整个这个礼拜六开始 我们的4月25号开始 我们就会采部分管制措施 那个尽量就是说 劝打大家除了两平方米 占一个人之外 那也尽量维持在室外一米的这样一个社交距离 有必要去疏散人潮 这样子了解 必那个素食坝那个停车场 往这个泰安瀑布的那个步道 我们已经请这个观光局来把这个步道做一个整修 这样子的话 我们能够疏散这个从将治疗绝壁出来的游客 家在这附近也发现 假日尤其是好天气 将治疗游客暴多 担心防疫问题 除了公所人流管制 市议员张景豪上星期也请市府串联周边的步道 分散人潮 而这星期开始的防疫管制也请民众配合 就成慧林细致采访报道